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片山河海馈赠给人们的不只是葡萄美酒 还有蒸修食材 今天我们的厨师就用渤海湾特产的虾一倍来做一道蒜蓉粉丝虾一倍 将蒜蓉和粉丝搅拌到一起 加入蒸鱼齿油汁 味精 盐 糖 蚝油 味极鲜调味 然后放在虾一倍上上蒸笼蒸三分钟 再撒上葱花 泼上热油 一道鲜香四溢的蒜蓉虾一倍就完成了 这款是一款海鲜 我们推荐是我们的龙林酒庄海风来甘白葡萄酒 这款酒的话会有泡物质的这种味道 还会有一点香梨的味道 会有一点这个微微的这个香梨香 其实刚才在没有配餐的时候 只是单独喝这个酒 还觉得它里面这个酸味是比较重的 但是搭配了我们的餐食之后 完全被中和掉了 清淡的蒜蓉粉丝虾一倍 适宜搭配口感圆润 酒体饱满的干白葡萄酒 或者搭配风格清新 口感纯美的甜白葡萄酒 也别有一番滋味 鸡闷格是一道郊东特色菜 将跑山鸡切成块状焯掉血水 蛤蜊焯水至开口 锅内倒入油 加入红油 葱 姜 蒜 烟香 放入味极鲜 料酒调味 然后加入鸡翻炒 加水 味精 盐 糖 炖至软烂入味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超好的杆把它放进去 等到这个杆纳全开的时候 先把这个青辣椒放入里面 青辣椒 对对对 这可以出锅 这道鸡门杆呢 我们来选择这个我们的这款桃红 来做一下搭配 这款桃红葡萄酒呢 它的这个香气呢 是有很浓郁的这种花香 鲜嫩的鸡肉与渤海湾野生格力完美搭配起来 再加上粉嫩椒艳的桃红葡萄酒的果香 丰富的口感层层递进 让人领略到美酒美食搭配的奇妙之处 葱烧海参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 也是烟台的经典美食 把海参把清洗干净以后 咱戳一下水 水温不要太高 就是把它烫透就可以了 将大葱切成三公分长段 放入锅中小火炸制 待葱段变黄 葱油就制成了 倒出多余的油 用蚝油 生抽 盐 味精 鸡精调味 最后用水淀粉勾芡调汁 海参本身味道清淡 葱香就成了这道菜的主味 今天那个葱烧海参呢 我们选择的是 龙丁酒庄 珍藏皮蜜珠 干红葡萄酒 这款葡萄酒经过了 八个月的香木桶的成量 品力猪肝红的花香果香 与菜肴的葱香酱香相得一张 细腻的丹宁也将海参的软糯口感 衬托出来 堪称完美搭配 第一步呢 我们去把这个新鲜的霸鱼 处理一下 我们要取这个霸鱼的肉 取这个鱼的食盐 咱就用豆把它这么刮下 这个韭菜要用这个蛋白韭菜 它比较咸 在鱼肉里加入盐 味精 肥肉 和花椒大料水 顺一个方向搅匀 最后打入花生油 调好饺子馅 擀好饺子皮 进入包饺子程序 蓬莱霸鱼饺子的特点 是各大馅足 一个饺子足有手掌大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这个海风来 撒多利干白葡萄酒来搭配一下 干白葡萄酒 激发出霸鱼的纤维 也凸显了酒的果香 那么不同馅料的饺子 搭配葡萄酒 需要遵循什么法则呢 一般来说 菜肉馅的饺子 最好搭配红葡萄酒 至于清淡的素馅饺子 或三鲜饺子 最好配以清新的白葡萄酒 此时此刻 美食与葡萄酒的和谐交融 带给人们的 不仅仅是味蕾的愉悦 更是对大自然恩赐美味的 一份震撼与感动